哇 这个光为什么会从头顶上下来 好死哦 今天的网看起来还不错 嗨 晚上好呀 兄弟姐妹们 不能低头 秃头会出来 让我看看是谁没来看我的直播 哇 谢谢瓦铁尔爱吃凉皮肉夹馍的巧克力 这个东西好吃吗 凉皮肉夹馍 嗨 晚上好 谢谢渡边军事顾心俱乐部乐队的荧光棒 好吃吗 这个肉夹馍 我没吃过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还晚上好 好能叫 救命 元气 我要元气 怎么提 提他脖子 他背上这里 就这里 这个地方的毛是可以提的 小猫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 元气 你没有吃过吗 你给我讲讲 为什么你会叫这个名字 你不跟我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你们看他好小呀 铜锣烧好大好大好大呀 他好乖 他给我随便蹂躏 这是铜锣烧没有过的乖 哦 没事 你爱吃 他就是你家的 管他是哪的 爱吃就好 铜锣烧超级大一只 然后他又不肯跟我玩 只有元气愿意跟我玩 只有元气愿意给我抱 铜锣烧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很胖的一个地步 但是宠物店的人又说他其实是个正常的体重 铜锣烧有八斤了 不 他是真的就还挺重的 你们没有抱过他 你们不知道 谢谢不让不怂的开开的奶酱 虽然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机会 带过去 姐姐一千块一千块我要交给你一千块 别跑了 而且你说他又不是他又不是这么小一点 他这么小一点我就给你 藏过去了 他有四个这么大也 四个夸张了点 起码有三个吧 一千 一千 你们给我凑总 要凑多久才能凑数一千啊 铜锣烧 不是冷餐不准带猫猫 是这里不准养猫猫 我才因为他罚了我一起 我最贫穷的那个总选的那个月 那个月我过得七七惨惨 七七切 我到时候 我到时候就把铜锣烧放在门口 然后你们谁捡到他之后 把他带上来给我 姐姐问起来我就说是 他自己跟着我出来的 也不是我带上来的 你看我没带猫对吧 刚刚是楼下有粉丝给我送过来的 别问 问就是他自己来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他是自己走过来的 可以养宠物的吗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养宠物 我只知道他 他罚过我的钱 我明天就把他扔在中泰门口去 大家记得去捡他 捡完之后给我留一千块钱下来 就当他罚的钱 各位帮他交了 铜锣烧太想我了 铜锣烧理都不理我 铜锣烧要是愿意理我 我也不至于把他扔掉 是吧 铜锣烧 还是不过来 谢谢买几的奶茶 你们别想一千块钱 就要捡走我的猫 我在他身上 已经花了非常多的钱了 哎呦 元气冲过来了 一下冲到了我的脚边 好乖啊他 果然别人的猫都是乖的 自动喂水机太贵了 他连自动饮水机都没有 都是用碗喝的水 元气是无与非的猫 俺们元气 要睡着了 要睡着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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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铜锣烧是一个 一个 一个 牌子 哦 一个品种 品种 品种的猫 就是他比铜锣烧长得好看 不是喵喵在叫我 是客人猫 上一次的客人猫 他来做客了 爱你 想去哪儿 俺们稍稍不会叫 俺们稍稍特别安静 稍稍只喜欢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 一个人吃饭 他喜欢孤独猪 他不需要人也不需要猫 他自己就可以活下来 他对我们人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世俗的欲望的 这也是一只男猫猫 他不可以给少少当老婆 为什么要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吃饭 多没意思 我要是做了饭就喜欢大家一起吃 缘其他姐在旁边 鼻子擦了 就真想打喷嚏 先绝育 绝育也好贵 不过我了解过 公猫比母猫便宜 稍稍会欺负他们 还好 我虐你千百遍 我没有 真爱没有性别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还是得有的 没有性别 还是有一点点不大好 想到之前 铜锣烧 就大家不是喜欢 叫猫一个米 一个字吗 就比如说 BB 这个也不太好 铜锣烧 烧歌 然后铜 男的男童 吴雨菲 吴雨菲说他是男童 他说如果他是女的 他就是女童 然后 就是那两天听他聊了之后 就是去去录 录爱丑那天 那天姐姐在聊天 说最近招了 那个 她说 她说最近招的都是女同事 然后我搁她化妆呢 我猛的一抬头 我说什么女童 姐姐瞪着我 然后心里脑子里装着到我 都是些什么东西 我不是啊 我没有了 我也没有想什么东西 男童滴滴不好吧 你们爱吃凉皮肉夹馍的人 都这样吗 真的很吓人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叫人家只叫一个字 好吗 我真的恐了 就还比如说 大家就是会喜欢叫什么烧歌炒歌 对不对 然后 呃 比比 大家管她叫B姐 我觉得 那里有点奇怪 但我又说不出来 就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管一个玩意儿叫一个名好吗 谢谢在深圳努力打工来中台的邻居的应援棒 不不不呸 呸 银光棒 sorry 我不奇怪 奇怪的是你们 我今天的头发有点弯 我明天一定是直的 如果明天能见到各位的话 看我今天的头发多弯 它恰恰证明了我这个人非常的直 一般直的人都喜欢用弯的头发 就有必然的联系啊 就叫对比参照对比 谢谢MIG的新手小说 谢谢谢谢 我最近要买一些新的头饰 不不不不不可以 不可以解掉那一句哦 不可以的哦 我是直的 压 我是直的 笔直向上 非常的直 你长得真像一样 哈哈哈 以后以后夸人就说你长得真像个人 觉得他说话好听就说你说的可真是个人话 哈哈哈 听着干嘛都有意思 是吧 大家的名字都真的很有意思哈 让我有一点 猝不及防 今天的眼线真是没有画好 谁还没有给我的微博点赞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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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了我的微博 哦 高抓板害我白激动了一下 快去点了我的微博 充了他 我离开 听军也喜欢 出门又转是厕所 厕所在出门又转 谁还没有点赞我的微博 转赞品 给我走起来 我卡吗我不卡 我 不卡呀我现在不卡 他玩我的猫 又卡了呢 我不会动的 其实为什么这么卡的原因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卡成零了 我是零 我是零我是零 你 该听的不听 不该听的全部都听得到哈 这个王 很好 该卡不卡 不该卡卡 我回报 只要我一提鸡腿 他就开始卡 我一说我是零 他就不卡了 是吧 发电 我是零 我喜欢用来发电 我是零 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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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她的 你 我 呢 她 你 没啦 我真的觉得 他再不连个WiFi 我很难能够在这地方 心平气和的 把这个直播开完 不要不连过我的热点 我已经连过热点的 但是也没啥用 它只会非常的烫 用手机一烫 它就会开始卡 所以其实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 我喜欢用iFi 0.5 我是0 我明天要做1 我后天喜欢黄冠 大后天喜欢用外发电 再往后呢 我考虑一下做一下-0 而不-1 卡吗 听到哪句话了呢 听到哪句话了呢 我听到听不到 不该听的 一个字不拉的给它全播出去了 它就是这样子整我的 它就是不想 它就是不想让我今天收到用外发电 它才这样子卡我 它希望我明天可以做0 所以它才让大家听到 我是0 我明天要做1 它就是这样子卡的 卡的只让你们听到 你们想听的 我说 我今天喜欢用外发电 我是0 我明天要做1 你看它又卡了 你们肯定又只听到 我明天要做1 至于明天为什么要做1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网让我做1 我看这个网 这个马日只要我一说话 它就开始变成0 我是0 好的 听到就好 晚上好 我是0 我是1 好 一句话没听见 是吧 你看你们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听见 我刚刚许诺了一件事 你们都没有听见 没有办法 太可惜了 我只要一承诺 它就要卡 那说明 它不想我给大家 表演个才艺 不不不不 那套写真 写真 等我 这个月 错够了 鸡腿 你看它又变0了 它就是在暗示我 我要做一个1 你看它好0 你看它好0啊 它这么0 我不能这么0 对不对 所以我要做1 这个马力真的好0 这是一个猜字游戏 大家都可以随 随心所欲 唱所欲言 你们可以只听到 你们想听到的 它真的卡到一个境界 让我看看 是谁还在看我的直播 哦 原来是我自己 哇 现在已经不卡了 大家重敬一下就好了 我知道了 一和0是 是违禁词 只要我一说 它就会变成0 这个直播间合着 就是不准我讲话呗 我懂了 它在告诉我们 美女就需要 安静的欣赏 美女是不应该 张嘴讲话的 我可以为了这个网 去学习一个手语 只要我不在直播间讲话 它就不会卡 大家以后看我直播 得学习一下手语 然后发现更没有人 看我直播了 哈哈 因为学手语 实在是太难了 天哪 这个光从顶上下来真的好绝 我得一直拒绝这个手机 可是我已经拒累了 我想一个办法 把它卡上去 卡上去我就可以 哎 漂亮 做饭和谁学的 和APP学的 一个叫做下厨房的APP 我现在就架着手机架上的 我的手已经可以不用 抬在半空中了 它只需要在我的腿上撑着 我就可以感受到 光从我脸上下来的感觉 今天做了可乐鸡翅 日本豆腐 跪下去 还有什么玩意儿啊 不记得了 还有青椒洋葱炒鸡蛋火腿 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玩意儿 我做了个啥 日本豆腐鸡翅 青椒洋葱炒牛肉 真不错 那个是鸡翅 是的 牛肉得到了 酥辣酱的 好评如潮 他说 这是你们最好吃的菜 我知道 他委婉了一点 应该是 这是你们唯一 好吃的菜 你不够灵魂 这道菜得到 酥辣酱的 最好吃的菜 得到了 酥辣酱的 那个 点赞 突然用词变得很火爆 是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说要叫酥辣酱来吃饭 结果一直没有找到时间 要不然就是因为各种原因 我把它忘了 你现在把我们剧场底下撒酱了 不好意思 我也会天天记住 酥辣酱的 所以今天正好就叫上了他 也欢迎大家带成品菜过来拼一桌吃 今天就是全都是我做的 今天奶盖也说要蒸个水蛋 结果 他连锅都没有 然后他又想吃蛋 然后我就后面又给他炒了一个 辣椒炒蛋炒西红柿炒那个火腿 然后Sola本来说 不是那个什么奶盖本来说 他洗碗 然后 然后 我吃完就开始洗了 奶盖来了 嘻嘻这里还有一个碗 直到洗完 大家才反应过来 你不是说你要洗碗的吗 奶盖 奶盖说我先走了 多谢款待 吃得很开心 我就先回去了 然后我还切了西瓜 闹到时候 他等会装完柜 走回来吃 我还蛮喜欢大家一起来吃菜 吃饭的 就是 就是不知道家里爸妈会不会有那种想法 就是 你做的菜 我妈就那种 她做的菜如果不全部吃完 她就狠狠揍我一顿 所以自己做的菜 能被人吃完还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说明大家很捧场 大家吃的有点像那种鬼子进村的扫荡式的吃法 我炒鸡蛋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 待会等杨若西回头一点都不剩了 回头真的不剩了 主要是家常菜了 也不是说多少吃 就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饭就很开心 然后又很少有就是一般大家自己都吃外卖 也很少自己做饭吃 所以就还挺好的 我们当时我们房间我铺地毯 然后买这种矮的沙发 还买了专门买了坐垫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吃饭的 整个这个愿望就逐渐的在实现了 虽然我吃巨子买了锅 但是突然就觉得很值得 以后还可以欢迎大家冬天一起来吃火锅 打火锅 打边炉 对干净 卫生 就是为了不浪费那种一次性碗 我们特地还买了碗筷的 然后还买了杯子 什么都买了 叶子鸡要吃你 提到叶子鸡 叶子鸡都想跑 鸡说 都然回来了 是的 都然回来了 哈喽 哈喽 我在直播 几个人啊 屋里 就我跟屋与飞 耶 我们吃了很多次的叶子鸡 以后 MN3会常来我这吃饭的 以后欢迎大家聚餐 以后大家只要提供食材 我都可以去炒菜的 确实没有一只椰子鸡 能走出广巴中心 哪里有元气 哪里就有元气 鸡盆子里 好乖你知道吧 他去帮他们买屎 哇 他一股脑子钻进去 他不是自己拉 他是去帮别人买屎的 他先在这待会客人 你帮我破坏 我要没电了 天哪 聚餐 你给我这样的 你是不是又说病了 对 他发营了 上电了 今天客人过来 还是追着 M同罗烧的屁股 肉他还要 要去抱人家的屁股 现在都没有人吃 但其实本来是不打算 给元气吃的 因为他还太 如果他吃了 真的没怎么吃过饭 我也觉得 这个不能冤枉 人家不像你吃过 他有同罗烧当年的风范 你知道吧 就是一盘全让他吃了 那个柜子上面还有 你放一点下来 我看见了 先不放了 但是除了他 还其他 其他还没有吃过 问题不大 其他 谁在喝谁啊 应该是 BB和客人吧 BB真的 就是客人站在那个门口 BB在这个架子前面趴着 他都要吓他 他都要吓他 我以为小猫只喝流涕 但是 是吧 后果自负嘛 不过就是拉点肚子 反正臭的又不是我 嘿嘿 BB 我窝囊费 自己都保护不好自己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BB其实一点都不喜欢通罗烧 可能没有特殊感情 对 他觉得 一个还需要他保护的男人 实在是没有什么用 你毛怎么这么短 他像没有毛一样 他真的我不质疑 我觉得他还蛮突兀的 虽然我没有资格说他 不行 为了让通罗烧不成为一个窝囊的男人 我决定让他孤独终老 我们没有配 我从来不强迫 任何人 任何动物的 他们爱喜欢喜欢 爱不喜欢不喜欢 只要在我眼皮子底下不打架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的所有目的 只是为了让他们和平共处 不打架 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在一起 天哪 我胖了好多久 我又再也不晚上吃饭了 元气 哪里有元气 哪里就有通罗烧 天哪 好胖啊 我胖得好像通罗烧 真胖 今天好 我好像用了一个大头特效一样 我还不胖 还不胖 你居然说不胖 这还不胖 谁困了 他困了 他居然能困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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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他说当时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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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好M铜锣烧比较乖 就你最凶 布里萨你都要熊熊 她连铜锣烧都哈 她现在估计是生气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生气 觉得自己地盘有人闯入 那可太多人闯入了 有猫闯入 你都不认识了 长丑了 谁呀 大伙我还要去装架子 刚刚先回去装鞋关 然后再过来 你们要吃啥呀 醉鸡 自己做 牛肉 我们买了所有的食材 还没到 你要找元气吗 元气在那边 元气元气元气 元气在这里 元气在这里 哇 它好小啊 你今天好滑 装那个 你怎么这么大 你小啊 不是那块 是我肯过的 她直接想切 直接想切 你有事儿吗 冰冰也在这儿啊 我累了 是西瓜吗 我要吃瓜吗 我切了西瓜 我好想吃哦 够人 够人 把那个西瓜 哦 正好他们都在这儿吃了它 吃了 我们房间特别热闹 像个家一样 呀 比比 那我们都没有出去 我还为什么会放 我们的铜锣烧是草了 冰冰来再抱我们铜锣烧了 铜锣烧在哪儿呢 冰冰是前选第一次了 我刚还在闹 冰冰是前选第一次了 冰冰是前选第一次了 现在可能要转飞了 我抱不动 可能要转飞了 你就是嫌她重 然后他们也互相啪呢 怎么啪呢 帮帮帮 元气小灯烤 元气的出现 让所有的 比比 铜锣烧 都失宠了 有点那个 废物 都抱元气 因为元气一只手 就可以举起来 大家转推的速度 就像你们转推的速度一样 快到令人猝不及防 没有一个鞋放飞 也没有一股 不虑 你们就这样转推 那个鞋 不会 那我要先把我另外一个 我当时没 没怎么猜 没怎么参与 对 当时主要是炮龟在拼 很神奇吧 我们的鞋柜是炮龟的 你快去看一下 炮龟现在在拼鞋柜 对对对 炮龟现在在哪里 他们不在房间 对 我 我现在在拼另外一个柜子 铜锣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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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没有 以前吴雨飞来 铜锣烧 我现在要是炮龟 我们这边好多东西都冰 铜锣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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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这种一手能抓起来的小猫咪 他被大猫围攻了 approach 謝謝 謝謝 是貓 貓要的喵喵的奶茶 就是到時候會有出現那種貓咪欺凌 貓咪欺凌都是 對貓咪欺凌事件 就是一隻貓騎一隻貓 難怪叫欺凌 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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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看看哪一隻貓是欺凌 嗶嗶 過來 牠好能叫 牠仿佛在說人話 我們時常覺得就是個客人貓貓 在罵我們你知道吧 牠會這樣子 罵我 你看牠 這樣子叫 就覺得牠在說人話 牠仿佛在罵我們不是人 我們不是我們啊 欺凌欺 欺凌欺 這裡的貓呈現這種兩極分化 一個是像這種客人貓一樣 特別會說人話的貓 還有一個就是叫得特別標準的貓 就是元氣小朋友 我到現在都沒聽過元氣叫 牠是唯一一隻真的是叫喵的貓 不過牠在來的路上叫了 但我們房間都沒怎麼叫 其他貓可能是喵 然後現在只有元氣叫的是喵 叫得好標準 哪一張 人用的沒有 貓用的有 笑子 我們銅鑼燒指揮 嗯 搞搞元氣 我愛元氣叫一聲聽聽 搞搞元氣 搞搞元氣 不可以轉推 我們銅鑼燒 算了轉吧 大家都不愛銅鑼燒啦 我就這樣說銅鑼燒都不理我 完全不看我 銅鑼燒完全不care 她們的眼神好無聊 是啊 而且元氣小朋友特別乖 她會幫別的貓買屎 確實 我明天就把銅鑼燒扔到路上去 誰愛撿誰去撿 給我留下一千塊錢 嗯 就買貓的錢 還我大聲花的錢 我都不要了 只要把她罰款的錢 交給我就好了 除此之外 我多的都不要了 有這一千塊錢 我就去吃喝玩樂 活下去 不是有些貓貓是不會買屎的 牠們的絲吧 自己是不會撿的 元氣是誰的貓 我已經說過一次了 牠是吳與菲的貓 你打在這個簡介上 好 公告 編輯 是 是 楊若曦的貓 我的貓 我的貓 是 我的貓 我的貓 是 她的貓 她的貓 你要拖著她屁股 她才會覺得安全 完成 好了 大家看到了嗎 我們的新公告 提醒哪一隻貓 大家都自行對號入座一下 好嗎 銅鑼燒 把你的爪子 從你的數字線上拿開 黑的嘴 銅鑼燒 銅鑼燒 欸欸欸 我的蝦 我的蝦 蝦 他在咬我的蝦 我以為在上吊呢 真的差不多是嗎 他咬蝦跟上吊什麼區別 一個是死在蝦上面 一個是死在我手上 沒有道理喔 真是急死我了 同楼超 真是一天不看她 她就可以上房街玩 就像小时候的你我一样 然后那个什么 在座的各位只有BB是 女生 其他都是公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拉廊 配对 真爱是有性别的 希望大家铭记这句话 希望大家铭记这句话 真爱有性别 朋友随便做 我怎么会知道呢 打灭打灭 我们侄女 只养侄猫 弯猫是不配 不配被 不能被我们侄女 像客人这种 gay里 gay气的猫猫 就不可以跟我们 植猫一起玩 它会骑我们植猫 它把我们植猫都骑完了 他俩骑在一起的时候 我只有两句话 我只有两个字想说 难科 难科极了 我有点 承受不了 是的 难科 难科极了 不是的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猫猫怀孕 需要两只猫同时发情 才有效 如果只有一只猫在发情 另一只猫没有发情 就算发生了什么 也是没有用的 懂了吧 我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这么看起来 这么圆 这么的可爱了 因为这个美头 它比我之前那个颜色 要深很多 它会放大一点眼睛 就看起来无辜一点 我之前那个美头 看起来就稍微 那个美头灰一点 它看起来可能就 稍微 会窜一点 对啊 这个眼睛它就是 但以前那个眼睛 那个美头是灰的 它会看起来比较寒 是的 双镜头才会有结果 朋友们 不要 不要单向镜头 你拿你拿 这儿 葛这儿呢 谁呀 应该是 外卖 我买茶道 拽 咱们拿进来 就是猫舍 这有没有远 还帮我住宿 这么远 谢谢 猫舍这么远 没有 它说这个地方 还有人住宿啊 这么远 小不活了 为什么你们的耳朵 最近都很有问题 哪个是我的 猫舍这么远 我听的是什么 是呀 这个地方还有人住宿啊 想不到 真是开心的一天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极度的困 我困到觉得 我分不清天荒 天和地 我只想倒头就睡 然后每当我在椅子上 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的时候 我总会有一件事情要干 然后就没有办法睡 我昨天晚上可能三四点才睡 然后早上十点半发车 我起床的时候真的很痛苦 痛苦到很绝望 到会儿等我营业 跟大家开心的聊完之后 我就要开心的去装架子了 谢谢爱吃大白头奶糖的巧克力 不是的 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白天困 晚上又失眠 一到晚上就特别的 日游睡不着 然后就没有办法 我白天的快乐 都是我撞出来的 快要十二点了 朋友们 到了我们营默的时间了 你那不是营默 你是恶魔了 我才不是恶魔了 那完蛋 一会儿我们要是做 今天晚上煲得刚刚好 没有剩的饭 也没有剩的菜 三个人吗 四五个人 五个人四个菜 我们当时光发会三个 四个菜 你们这样太快 今天我炒了一个蛋 你知道吗 我回头桌上一起没事 正常 他们好好 他们还拿了个碗 给我装了肉 笑不活了 他们要做这一期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大家可以见识一下 超漂亮啊 还有 拍摄 就是火点起来 一瞬间 你会不会把我们仨 打包丢出 你们想在哪点火 点什么火 这是一个做的步骤 不可以 你试试 你会不会让我们的爱情 等会你们把这个半边烧了 我立刻把门口一关 把周边的门关 扔进锅里面 我也一直在想能不能略过点火那个步骤 当然要略过去了 可是好像说是必须要点火 不然那个酒精 别吃 我们才买的锅 隔着一星期都没带到 你想在里面点火 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问题不大 不可以 我拒绝 小一点的酒精的酒 反正不可以点火 好 我看着他们不让他们点火 你有听过这个厨房叫什么吗 你问什么厨房 你学做了 我要跟你问什么 是吗 我突然想到那个游戏 你问我这厨房叫什么 我在问你 你知不知道这个厨房叫什么 叫 叫 看法式 它叫非明火厨房 明火是什么 懂吗 点火是什么 是明火 你把这三个字连起来读一字 非明火 点吗 是点 这个锅你知道是什么锅吗 火锅 电炒锅 第一个字是什么 是电 你要干的事情是什么 火 可以吗 不可以 好 我绝对不会点的 救救我 救救你 救救你干嘛 救救我 帮我看看 看看 怎么说 真的是挨个字的 要教大家重新学习一下语文 还有挨个柜 还想在电炒锅里面点火 没有 我跟他们 我跟他们讲了 如果点火的话 杨儿媳会把我们这样的打包丢出去的 他们说再看看 再看看 看看 他们两个比我胆大 知道吧 过来看看 我怎么把你们打包丢出去吗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先走过 这是什么 茶我也想喝 你说我的吧 好 当时我问你了 但你没有回我 我在直播 对 我发现 我也没有很想喝 我只是随便说一句 就是我还特地在你直播问了问 真的吗 对 但是你 就那一瞬间 好像很卡 我现在 就是你回来 有了 好像不知道连上 可能上你的手机吧 它再开始不卡 可能也是我换了张卡 那我先把我那个手机放上 居然有人想 妄想在我的 在我的锅里点火 炮灰 它怕是想让我在它头上点火 你要拿走吗 对 我想 我想带着 我插不进去 我不是开玩笑的 妄图在这点火的人 多少都是 这里有点问题 搞炮灰 炮灰 炮灰的锅 炮灰谁敢过来点火 我真的 我希望大家有点生活常识 没有 它那个火 其实不是像你想象的 那种点火 不可以 你这但凡是个灶台 我都让你点了 我都不是担心 你把厨房点起来 我甚至可以 去给你买个灭火器 问题在于这个锅 它是电炒锅 再往前推一推呢 这个锅要多少钱呢 差不多300 再往前推一推 我还有钱再买一个吗 没有 我现在全身上架 可能也就剩个300的倍数 当然必然不是10倍 你为什么就不能 不要这个盖子呢 你这样喝它是不行吗 有道理 来 你到底在职终于什么东西 我今天可能给 媳妇给弄开 烤酸拿走吧 吃吧 我还是搞得全糖呢 也不酸吧 就是没什么味道 也不甜 我都觉得不甜 你应该觉得不甜 三万没做 我现在月收入鸡腿三万 谢谢大家 我的月收入鸡腿目标是三十万 离三万还差一个零 差的其实也不是很远了 就像我零手上 就像我的存款 就像我身上剩下的钱 离三万 也就差两个零 也没差多远了 不就是一个 不就是零吗 零很好的 随便找两个零过来 给我在这当着零 谢谢小李飞 刀刀刀的夜碟 待会我就要坐在这 看一下高炮 会要如何炸掉我的厨房 今天晚上 他们谁把 他们谁把这个厨房点了 我明天 不用明天 在他们点燃的那一瞬间 我就也让他们进到这个桌里面 赔我一个新的 也不是不行 我缺的那是那三百块钱吗 很明显是 我其实根本就不担心 他们把这个房间点燃 因为我缺的 是房间里那些钱吗 我在意的是这些电器吗 是啊 我在意的就是这些电器 还有这些钱 想要在我的锅里点火 很简单 把冰箱先折算成钱 冰箱附近的架子上的东西 折算成钱 然后把锅也折算成钱 先把压金交给我 然后再点 其他的随意 之前那个BB在上面的 这个房间有个吊顶 它留了一块空的地方 这猫是能上去的 它站在上面想要往上跳的时候 正对着我的桌子 我就把桌子上的东西 如数家珍的一样 把价格给它报了一遍 然后呢 它走向了镜子 我说这个镜子三百 它又走向了架子 我说这个架子三百 然后它又站在了我头上 我说啊不用 你往桌上哪儿跳都可以 不要往我头上跳 我还想留着命 花着 我说你跳在哪个东西上面 你姐姐就把哪个东西赔 或者也行 你可以先交 我还得把这些东西 重新买一遍 然后后面BB就老老实实 从床上跳下来的 看在中间 我说 这个六百 懂了吧 懂了吧 它镜子啊 镜子三百 懂了吧 懂了吧 桌子 桌子三百 懂了吧 懂了吧 这个椅子 好不容易平好的 一百五 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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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了桌子 镜子 椅子 还要在另外每个多家 两百 然后他每个人都 然后高位然再也不让BB跳下来了 谢谢英俊的云哥的玫瑰花 跳我身上 不必 我是无价值宝 他赔不起 主要是我想活着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在我的头上心风作浪过了 因为他知道我会把他的头拧下来 我还特地跟他讲过 叫他往铜锣烧身上跳 因为铜锣烧是目前房间里 房间里的东西 累积价值最高的一个 超过了我的琴 也超过了我桌上的所有护肤品 就是我在他身上花过的钱 已经远远高于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叫他往铜锣烧身上跳 就是那种跳下来那种狠狠地压上去的那种 只要我可以一举多得 既能得到钱 能够还能够换一只猫 但是很显然 他并不会往铜锣烧身上跳 不是的 是因为铜锣烧最值钱 我向来只是比比往最值钱的东西上跳 铜锣烧给不了他一拳 铜锣烧太窝囊了 他连自己都守护不好 不是铜锣烧 姐姐希望你知道 不是爱会消失 而是爱从来没有存在过 而且铜锣烧你要清楚地知道 当姐姐没有了钱 你就什么都不识 姐姐有钱你才是宝贝 姐姐没有钱的时候 你就是我换钱的工具 那一千块钱都不是要最值钱的地方了 没有人知道他身上的那些病 我到底在身上花了多少钱 我的贫穷有一半是源自于他 谢谢满杯金波罗的荧光棒 我因为他的病 还有他在我身上惹出的病 已经花了非常多的钱了 但是一点都不见好 所以他还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谢谢大家夜神般的巧克力 所以所以他才很值钱懂了吧 所以铜锣烧一定要学会自己赚钱 不然我就养不起他了 像他昨天晚上滚下来 这个客人妄图爬上我的灶台 进我的锅里 每一个想上我灶台的猫 都会被我让他滚下来 没有我其实很温柔的 只要他们不越过我 叫宝贝的 真的我对于主动爬进我锅里的猫 我从来不会拒绝的 毕竟每一只都是那么的值钱 我都是非常的喜欢他们的 我嘴里没有半句虚言 特别是关于我很爱钱这句话 也关于我会把他炖了这句话 只要他敢进我的猪锅里面 我就敢炖了他 哪只最乖 当然是我们元气啦 因为他还太小了 暂时碰不上去 等他能碰上去的时候 我也会叫他滚下来的 然后其实最乖的 竟然是我们铜锣烧 你们能想象到吗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他太胖了 他跳不上去 他的弹跳能力不是很好 宝贝 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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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多可爱呀 只要下来就还是我的乖宝贝 只要不下来就是滚下来 还是那只客人 他上了我的灶台 还忘不上我的梳妆台 他有问题 他挨打 元气 你看我对于听话的小朋友 都是很温柔的 他也没有在里面撒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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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一口就知道有没有了 我帮你喝一口 好 因为我感觉他有点飘着 不知道是 其实没有 它就是那个奶的那个沉淀物 好 那喝一口 有点笑不出此 一喝喝了 那我元气把梦伤 跑到你嘴里 我来帮你买屎了 元气说 传下去 你还要吸个喉喉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可以放心的喝 没有就是葡萄奶的味道 没有猫尿 你们不要乱吹 那个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谣言止于智者 朋友们 正当智者 不要做一个愚蠢的人类 有眼屎 我吃 我确实可以吃猫 但是不是现在 因为我吃饱了 等我哪天吃猫的程序 给大家直播一下 那天说要给大家看的付费项目 吃铜锣烧 大家好像没看到 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它在哪 铜锣烧 它在哪 好问题 没关系 然后待上面吧 它很喜欢那里 既然是付费项目 那我们铜锣烧就先睡着吧 不是 主要现在吃不到它 你们知道吗 它特别的暴躁 吃元气 元气太小了 我吃它都不知道 它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它只觉得眼前黑了一下 曾经的铜锣烧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吃它的时候 它只觉得眼前黑了一下 它其实根本就不知道 吃了会 就会干嘛 它甚至还会在我怀里呼呼 完全不觉得我是个坏人 BB也大了点 养肥了再吃 可以的 我觉得元气吃饭的架势 有铜锣烧刚来的架势 就我觉得它肯定会长得很胖的 它应该会成为第二个铜锣烧 好好吃 小小子觉得好好吃 我这是馋了 我馋猫了 晚上好 吃了会干嘛 吃了它会傻 吃了猫 猫会傻 人会变聪明 吃饭 元气是跟铜锣烧一样的猫 它是英国长毛猫 打扮得好Q 你们居然管这叫Q 没事谢谢你们 我很Q 我很可爱 它是变了色的小号铜锣烧 你们不知道 负负得正 笨的人吃了笨的猫 就会变得很聪明 不对 等一下 我又不笨 不是 不太对 对不起 是 我相信元气以后 一定会长成另外一只抹布的 它就是换了一个颜色的抹布 它还是灰的 它也会比铜锣烧更像一条抹布的 传下去 杨若曦很聪明 这是一件 你们要听话 懂吧 不要出去瞎传 去诋毁我的名声 乖啊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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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个是妈土的 一个是妈灰的 你叫的好油腻 我现在已经给他那烧酱的叫法了 哦那种精髓 你叫的笑 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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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因为想要扭掉你们的头而在抚摸你们呢 多乖对不对 乖 乖 就算你们有其他很多的推 就算你们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也不会扭掉你们的头的 来者是客 我一定会非常温柔的 对不对 乖 乖 来者是客 我是个很温柔的小偶像 我今天不吃 我明天也不会吃人的 所以大家放弃啊 乖 乖 是的 那么 高卫然体验卡 高卫然体验不到这个 高卫然有一段比较直接 我只要喊一声高卫然 他就知道他做错事了 高卫然 高卫然只知道 高卫然只知道 对不起我错了 下一次还敢 下一次还敢 这又是高卫然 这又是高卫然 谢谢是腰猫 不是猫 要喵喵的 喵喵的奶茶 好的高卫然问题不大 宝贝我错了 我错了 错了 我知道了 下次一定不会了 好怕 高卫然可太喜欢说 问题不大了 我之前一直觉得 乌与菲碰到猫像个痴汗 他自己有了猫之后 更像一个痴汗了 我猫像個痴汗 我猫像个痴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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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建议大家不要喊单字 有点骚 我好怕你下一把就还难捅了 敢叫 传下去 无与非是难捅 真的吗 他居然对这种事情好奇了起来 无与非出柜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出柜了呀 有人说你出柜了 你对柜子出柜了 他在我们睡觉的那个床那边 因为同楼烧在床上 同楼烧过来了 烧烧 同楼烧 就这样了 好吧 困了 你看果然我们只要不提 一和零 还有发电 还有黄冠 他就不会卡 我懂了 以后 大家不要让我提 进来就说我是一 好吗 我是一 我要做一 我不是吗 我不是吗 我是 哎呀好可爱呀 我确定 怎么 M双马尾 M双马尾不可以是一吗 M双马尾多一呀 你不能因为他有两条 你就说他是二 人家随时能变成一的 所以不要怀疑 双马尾也可以是一 你们不能因为人家是双 你们就看不起他 我会去把牺牲器给你拿过 嗯不错 应该没有的 放什么东西 是的 除了 你还把我放这儿了 但我也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把它踢过来 是啊 卡哇伊 也是一对吧 喵 卡哇伊 人は 你开か スタート 花よ 卡哇伊 人は 我是一 卡哇伊 人は 你开 追逐赛开始了 小元气 被欺负了 救不了 因为我没下摸 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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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不寻求我的帮助 那没有办法 以后就要气 大家不是说 就是喜欢叫小什么吗 他们说他叫小气 吴宇飞 小气 我叫他的是元气 元气哦 那个元气 我才没有叫他小气 我才没有叫他小气呢 哇 好了朋友们 天色已晚 俺们 元气 铜锣烧 BB 还有客人 该睡觉了 我们就不吵他们了 我要是解决一下 纷争 是吧宝贝 滚下来 好的漂亮 要保持我温柔的形象 下播 我绝对不是一个兄弟人 是吧宝贝 嗯 这不错 好啦 我们温柔的下播 吓了个整点 再见 朋友们 下次再见